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3年2月22日 肥安战术继高一筹 高普与安查洛迪历史交锋过11次 安查洛迪取得5胜3和3负稍战上风 不过在欧冠联赛场上 在分组赛方面4次交锋安查洛迪只输过一次 两回合的淘汰赛安查洛迪也是笑到最后那位 上季双方在决赛交锋 安查洛迪成为最终的赢家 云尼斯奥斯·祖利亚遇当红军克星 年仅22岁的云尼斯奥斯·祖利亚生涯三次面对利物浦 贡献了三个入球并且黄马最终都保持不败 他只差一球就能并列成为这组对决中入球最多的球员 红军巧遇即日 周二当地时间对于利物浦来说是一个不错的比赛日 球队在周二的比赛已经豪取葛向赛18连胜 但这八场胜利最富有含金量的是上季联赛击败曼联 而击败拿玻璃也只不过是在金界分组赛最后一轮两队都提前出现的情况下所获得 战果预测 利物浦2比2皇家马德里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谢您的支持